仁义礼之心 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把它配在无界上 仁是不杀身 义是不偷盗 礼是不谢心 智是不饮求 性是不妄语 你看 配在无界上 这是根本的德行 这五个字没有了 就不能做人了 而且信心 佛法跟宗教不一样 宗教第一个是叫你信神 佛法不是 佛法第一个叫你信自己 信自己什么呢 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 老祖宗教给我们的 人信本善 人之处信本善 要信自己本信本善 那本善什么意思 圣人 人人本来是圣人 本来是贤人 所以中国人的教育是什么教育 圣贤教育 教育的目的不是叫你做官 不是叫你发财 是叫你成为一个圣人 成为一个仙人 度数智在圣贤 中国人所谓的圣贤 就是佛家所讲的佛菩萨 你看佛教人 头一个叫你相信 相信什么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你要相信我自己 本来是佛 你才能成得了佛 你不相信你自己是佛 你永远成不了佛 不相信自己是圣人 你永远成不了圣人 这道理在此地 你看他讲的信 跟宗教不一样 佛法第二个 才相信老师 老师是释迦牟尼佛 我们修净土的是阿弥陀佛 对他们的信是败在第二位 头一个相信我自己是佛 第二个我相信 他们的老师 他们能帮助我回归到佛的地位 佛的境界 因为他们已经是成就了 我还没有成就 我跟他学习 他能帮助我成佛 成菩萨